春晚季兴时 这一时到我们请来了谁呢 来 掌声欢迎张一兴 主持人老师 我是张 大家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兴 欢迎欢迎 我们所有的嘉宾来了以后呢 都会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节目 所以你也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节目 我这个节目 是一首 M-pop 中国风的曲风 M-pop M什么意思 是融合的意思 接受我明白 所以应该一定是就是很动感的 边唱边跳唱跳对吧 是的 是的 非常期待啊 谢谢 大家大天三神锁定张一兴的表演 但另外今天一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也会给大家送来幸福三连拍 表情包来 一 二 三 四 五 你看 导演说三连拍 我就说张一兴我太了解了 肯定能这么重点 买三送二 我们聊聊一兴的这个春晚记忆吧 这是第几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第五次吧 就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告诉了家里边的人 就是我要上春晚了 其实那个时候 一直也没敢说的原因是怕 有调整 对 有调整 所以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说我今年没上 我们都知道 我怕有调整 我们都知道 我怕有调整 你这个没有什么调整的空间了 我们也想说的不仅仅是关于你自己表演的记忆 你在小的时候看春晚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经典的节目啊 表演啊 好多啊 包括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谁演的吧 龚汉林老师 和赵立荣老师 报菜名吗 报菜名 麻辣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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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奇遇 打工奇遇 对对对对对 过真价实对吧 对对对对对 考考你里边的台词你还能记住几句 你 你看这一刀子 再前应回醉要宁个80一点都不归 是真爱了 这 At the best 真的真爱 诶 如果说在春晚的舞台上啊 就是各种节目的类型你都可以选择 最想跟谁搭档 可以吗 我最想跨界试一下 以前小时候也学过的京剧 哦 我们一起一起听聊 川岭 拖沙 学院其冲 这个伴奏是给我放的吗 谢谢老师 相当不错 真不错 好像不是原调 尤其是里边的好多个 就是像装饰音一样的存在 就里边的那些小拐弯 都能够拿捏得很到位 所以说童子宫 专业就是专业 没有没有我不专业 我业于爱好者 希望以后可以跟京剧的 各位大师傅跟前辈们 都多学习 好好学习 然后多了解 就是我们的国粹 我们知道一星呢 还有自己的这个拿手文领啊 不仅仅在演出方面是吧 还会剪笔画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让一星呢 在现场画一幅剪笔画 把它送给正在收看 春晚进行时的网友们 作为一份礼物 好的 主题是什么呢 准备 牛 肯定画个小牛 我知道了 肯定画个小牛 张艺兴的剪笔画 这张艺兴是很喜欢画漫画啊 好 这个脸是ok了齁 你们想要他这个牛是刺头还是圆头啊 好 你觉得稍稍稍柔和一点 柔和一点 这是一个东姑吗 然后呢 现在是画脚了哈 对 牛头姑 漂亮 很好 很好 画画眉毛 还是一直这个 我上学的时候画漫画 就是这样 想起一部电影叫《愤怒的公牛》 给它加一个眼线 一星应该是 烟熏妆啊 对啊 这是一头熬夜的牛 然后才可以带一个美瞳 好了 一星喜欢看漫画是吗 喜欢 三二一 来展示一下张一星 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 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 不知道哪一位粉丝 可以有运气拿到这只牛 尤其冲天还是牛转乾坤 叫美牛 美牛 那请签上作品的名字 作品名和自己的名字 好 美牛 希望大家牛年美好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要让一星呢 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送上新春的祝福 在这里祝全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牛年行大运 牛年大吉 也希望一切的美好即将发生 好 谢谢 谢谢一星 加油 谢谢您带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一星在冲返舞台上的节目 嗯 嗯